而为了鼓励基层里长一年来的辛劳 师傅今天在高雄展览馆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特优级资深里长表扬大会 其中特优里长部分接受表扬的有92位 而资深里长中服务最久的更长达40年 这些特优以及资深里长一共加起来有200位 也让整个颁奖典礼显得温馨又热闹 从市长手中接下奖牌以及功课临经 轮流上台领奖的里长们开心知情易于言表 在这场一年一度的特优级资深里长表扬大会中 过奖的里长有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把服务人群当作自己的目标 我们当里长就是可以帮助人家的话 我们就尽量帮助人家 像我们现在里内很多独居老人 那我们就是无限的付出 因为他们独居就是没有小孩都没有家人 那我就是尽量就像我的家人这样的在照顾他们 在16年来对乡亲的部长是当作自己家人在服务 得到这个事没有什么叫荣耀 就是说我们里长应该做的事 我们就进我们父女去做 颁奖典礼上主角除了各区的特优里长外 服务超过10年以上的资深里长也是重点 其中前津区领头里的里长赵平服务的时间最长 长达40年 除此之外 林亚区的蔡达玉里长也为地方服务长达35年 为了给获奖的里长们最直接的鼓励市长陈菊也到现场亲自参与颁奖 我们很多租称得佑我们的所有里长 首先要跟大家说很恭喜 实在今年刚才张教长有跟大家说 得佑的里长有92位租称的里长100空白位 租称的里长来里 还有精金区领头里 我们的专理长 服务超过40年 陈菊表示 基层里长是协助推动市府各项政策幕后的重要推手 很高兴这次能有机会亲手为大家献上贺礼 给各区认真的里长最真切的鼓励 港路新闻黄梓芊 吕中益采访报导